所以对于自己 像使用黄色小飞碟的伙伴 很多伙伴他们就会比较急 很希望说赶快使用 可是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很清楚知道了 如果你的下三轮没有整合 你的好人脉没有整合 其实你一下子 要来到黄色小飞碟的时候的财富力的时候 他不是那么顺 因为你的就是下三轮 你的爱的频率还没有整合好 像美景他为什么可以 他这么样的去显化 因为其实他的底层是什么 爱他是一位非常有爱的大哥 所以这个爱的底层 占满了他的全部的细胞 他很自然的显化跟创造 他就会来到的是同步的